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彩分成 达尼罗路易斯达西尔瓦 这个抢断控制的不完美 球出界了 防守方拦截了这脚传球 危机解除 哈奎塔 机会非常不错 这么早就大破僵局 他们今天拿到了梦幻的开局 还真不知道接下来的比赛 他们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再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这个进球 不得不说 他们这样的TikTok 给人一种是完全的享受 紧跟着一脚施大力全的打门 门将完全没有机会 将军被打破 目前比分一比零 西尔丹杀起立 不错的颤球 但是送给了对方一次脚球的机会 开了一个短脚球 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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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好球 对手的零钱又是没有持续太久 他们迅速扳平了比赛 这球是我们师大力神 门将一定很难忘记这个球 目前双方是1比1打平 达菲尼亚 那马该取得领先了吧 门将扑了一下 但是球没飞远 机会不错 但是被化解了 带球直奔对方 球门而去 拉尼特扎卡 他们就是在这种 娴熟的传递中 寻找机会 拉菲尼亚 失误了 他们把球权交给了对手啊 球出了边线 看看裁判怎么说 巴尔加斯 防守队员出现的太及时了 破坏了对方的进攻 内马尔 有机会 别浪费啊 拉菲尼亚 这球该有了吧 漂亮 这球被挡住了 对方的弦 这个弦的弦 是在进制中央 对方的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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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大呀 咱们这次会掏盘吗 专方拼枪很激烈 球没有控制住 出了边线 球被防守队员给断了 好球 球留在了界内 没有出界 内玛尔 拉斐尼亚 机会措手可得了 还好挡了这一下啊 不然直奔球门去了 巴尔加斯 这次进攻的组织 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在打到对方腹地的时候啊 没能推进一步 杀西里 转到进区附近 好险啊 好险啊 打中门入了 非常可惜 他们这样一次完美的进攻配合 最后却被门框 将球挡住 坐视了一次取得领先的绝好机会 宿维之后 每一波都在达 乔勒 第4号机会 这波传球啊很有水平啊 谢尔丹 莎其里 获得一次边线球 莎其里 王显的危机被化解了 莎其里 领先的机会 门家还是扑到了一下 阿里松用拳头把球击出去 这个角球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取得领先的机会 这个角球飞向了禁区中间 危机解除 球被门将拿到了 内玛尔 达尼罗 路易斯大仙吧 门中找进区里的队友 球被踢出了危险区 防守队员立功了 内玛尔 一个领先的机会 你看 只要你足够优秀 就连防守都能看得人 是激情澎湃 打快打 玩家已经来不及反应了 好球 他们现在再度逼分领先了 来看看进球的过程 比较漂亮的过顶球 传到了危险区域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 起脚时机以后 将球打击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埃尔维迪 弗洛伊勒 布什只有一分钟 这个滑铲断球非常漂亮 裁判一声哨响 卢塞尔体育场的这场比赛 进入中场休息 下半场比赛开始 我们继续来欣赏这场 世界杯小组赛的揭幕战 成功的抢队 成功的防守 谢尔丹沙斯里 格拉尼特扎卡 门奖及时做出了反应 前点 这应该是看到了前点队友啊 站位不错 防守队员破坏了这球 维尼修斯 和门奖一对一的机会 球进了 巴塞尔现在两球领先了 我们啊不是反对控球 我们反对的是在危险地带 传球质量如此之差 送上门来的机会 对面不进都不好意思啊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防守队员一击滑铲 抢走了球权 内玛尔 逼近球啊 看内玛尔的 这球又有了 分差继续扩大 现在已经三个球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右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 给他们的压力 这一次他们应对得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比赛重新恢复 巴西队已经把领先优势扩大到三个球了 转中要找中路的内玛 刚刚这球很有威胁 不过防守队员抢先把这个球破坏掉了 再判是一边线球 他打得非常自信 带着球直奔对方的防线而去 虽然只有一点点啊 但越位啊 就是越位 威尼修斯 内玛尔 转移给了威尼修斯 传中找中间的队友 又一个 现在是四球领先了 这个进球源自于他们送出的这脚落点极佳的传珠 最后用一记投球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 双方的比分已经变成了无比 这是内玛 聚力很近 机会 他们获得了一点喘息的机会 但是危机还没有解除啊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快速反击 扎卡 把球权拿了回来 中断了对手的进攻 谢尔丹 莎切利 进球机会来了 进球很漂亮 再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这个进球 不得不说啊 他们这样的TikTok啊 给人一种是完全的享受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 真是好球啊 比分被改写成了5比2 阿奎塔 弗雷德 阿莱士 桑德罗 尝试上门 这样的远射 玩家还是可以轻松应对的 直接掉向了防线的背后 球进了 一较漂亮的林孔 一较精准的过顶球 直接找到了前方的队友 尽管传来的球有一个小弹跳 但是对他这样的顶级射手 完全没有产生影响 球进的是非常漂亮 分差太大了 把对手的传球给抢了下来 维尼修斯 阿肯吉 尼克尔维迪 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15分钟 内玛尔 转移给了维尼修斯 这个解围不是很彻底 危机还没有解除 弗雷德 本来以为对方很有机会的 直到他及时地出现 现在就是反击的大好机会 这个过顶球直接掉向了防线后面 直接掉射 面对滚过来的球 门将没有犹豫 直接把球抱起 巴西队进攻有力 比赛没有吹停 球被防守队员给断了 一脚漂亮的直塞 这是个好机会 机会脱手可得了 门将再一次成为了球队的英雄 他这个反应速度太快了 教练准备派上他的替补队员了 沙西里这个角球落点在进去中央 直接交到门将手中 毫无威胁 阿塞米罗 上上再一次发生了球权的转换 近在直尺拉 还有五分钟啊 比赛就将进入商厅补食 位置非常好 现在应该没有人会怀疑他的进球能力了 毛泽西阀已经完美上演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几乎完美的反击战 最后他们选择了推射 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 全场比赛马上结束 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 门将已经来不及反应了 赌枪也成功了 教练员决定要换人了 脚球开出来 到了进区中央 有机会 球抢回来了 看他就差了一点 其实他处理得很聪明 射得非常突然 对方守门员实际上还没有做好任何铺球准备 如果打在门框之内的话 应该是个逼近球 没错 比赛还在进行有三分钟的伤停补实 弗雷德 来了叫敲山正虎 这样的球对索莫尔来说 自然是不在话下 全场比赛结束